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 只是你在那个情景之下 在那种心情里 用人自扰罢了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 先善待自己 时间一过 一切都会恰到好处 顺其自然的成形 的确 烦恼事情不少 我们难免会感到失落和难熬 记得 就算这个世界很糟糕 但还是有一个角落很美好 不OK的 只是我们这一刻的心情 而不是这一生的事情 也许当下遇到了挫折 但它是存折 它让我们累积经验 从中领悟 只要换一个角度 秘境也会变成出路 不要因为思维一时出现短路 就永远却步 当年我们憧憬的 这个2020年万化三 不管是否圆满 我们还是要重新登场 启程往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一起加油 不客人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